另外位在玉璃镇的玉水郡人工失地 这几年发现了有许多的外来种泰国里 而起摩里水环境巡守队之工和地方民众 每年都会来移除 就是希望共同来建构原生种的气体环境 创造更加丰富多元的实地生态系 可以看到西哥在水里悠游自在 这里是玉璃起摩里玉水郡失地 生物多样环境优美 多年来都是起摩水环境巡守队 以及里长地方居民平时的维护 不过里长陈文想说 最近可能疫情的关系 这里突然出现许多年轻人来钓鱼 并且把垃圾留在原地 其实我们想说要爱护一个环境 是要大家一起共同下来管理 我不是说很反对他们钓鱼 可是你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造成甚至是很大的困扰 里长说很欢迎大家 但是让来整理的居民感到很困扰 所以里长呼吁请民众爱惜环境 以及生态不破坏 很欢迎他们来玩 这样垃圾请带回家 垃圾随便乱丢 我们有很多东西 以资源回收物制作生态劲导 推动花莲原生植物进行生态布域 以及生态循环水质进化 并且将福岛理念延续到 花莲的玉璃镇 其摩里水环境巡守队 维护玉水进人工失地 曾经获得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109年度全国水环境巡守队 最佳人际奖的殊荣 希望民众都能够珍惜 接着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